时辰已到 斩 没错 清明会的纪律 就是比任何情分都重要 从我们入会宣誓的那天开始 就决定了我们的一切 都得服从我们自己选择的信仰 我们不是因为个人的功名利路 而选择陛下为我们的指路人 而是因为理想 因为广大的劳苦民众 选择了陛下 而现在陛下要处展这些 哭庙哭行功闹事的世子 是为了避免士族扰乱朝纲 凌驾于朝廷之上 是使国家权威不能集中 从而不能使得天下其心 何瑞征这件事做得不错 很好地维护了我们清明会的纪律的尊严 兄长 这是为什么 被关押的庶民待斩世子 兄长真不管了吗 你让我怎么管 我无权无势 现在还落了个行贿俯官的名声 告辞 是我黄某无能为力 黄某回玉瑶后 便归隐山林 再不来城市 兄长一生只为智学士 不参加科举 不肯受制于他人 如今回乡读书也好 只是 我们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看着我们附射世子 皆死于闸刀之下乎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附射世子 皆死于闸刀之下 诸位 既然银子行不通 关系也靠不住 那只有我们附射自己的人站出来 依陈某看 我们不妨让他朝廷看见我们的决心 如果这次朝廷真要杀我附射世子 我们就罢考 对 如果朝廷这次真的要执意处展这些世子 明年的会考 我们不考了 人而心中苦 离而复内酸 伯父 侍儿 还不想死啊 请府台 转成内阁 今日 若真要是杀我如临世子 明年 我等皆不会应事 没错 今日若真是要杀我如临世子 明年 我等皆不应会事 雷霆与鹿 皆为君恩 这些世子 秒是黄泉 非以朝政 更甚者 组织人非法聚会 诋毁圣上 被陛下处以死罪 是位证人心 护刚纪 你们真要要挟朝廷 甚者 不惜牺牲个人前途 朝廷若不以事为贵 我等 要这前程又有什么用 没错 黄先生乃当事大如 尚且不愿科举 我等 又何必舔言硬事 为朝廷走狗 极客六百里吉地 告诉陛下 江南世子以罢考为要挟 要朝廷 免这些世子死罪 请陛下定夺 这个何睿征 到底是没见过世 一个罢考就把他给吓倒了 朕还真就不信 这天下没有不想做官 不想取得功名的读书人 回复何睿征 即刻处斩这些世子 不要耽误朝廷接下来的大地 是 府才朕不怕我等罢考 使朝廷无后进之官 而天下无可用之人吗 时辰已到 斩 天儿心中苦 灵父内酸 陛下 学生知错了 学生知错了 饶命啊 我不想死 我不要去 我不要 老实点 黄恩浩荡 没有杀你们 只是让你们去过一下 我们以前的苦日子 接受什么贫下中农在教育 别特娘的在这里喊三吼四 看见前面掉下来打死的人了吗 那就是反抗的下场 臣 臣弹劾南安博 纵容部下 滋扰百姓 鲁掠沿海村落 请陛下言查 臣请陛下 取帝兴明慧 兴明慧慧指 乃离清叛道之言 不为儒门正道 不顾伦理刚进 且过度涉及朝政 当即刻取帝 臣请陛下宽幼被蒙蔽之世子 并以人道治国 勿大量流放士族子弟于偏远之地 如此 必使贤财 宜于野 薅草 满于书屋 于大明 忠心无异 这些江南士族 弹劾南安博正之龙 肯定是因为郑家人 不再站在他们一边 所以 才说郑家人 抢掠沿海百姓 另外 这些江南士族 要求取缔兴明慧 是意识到我们兴明慧对他们的利益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除此之外 这些人不想士族被流放偏远之地 也意识到这样做 会不利于他们士族的利益 全部留中 我们要给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 这样也可以听到他们的心声 但采不采纳 是我们的事 说吧 你们会在宫门外 要见朕 是为何事 臣请陛下 立即取缔兴明慧 兴明慧乃邪教 有备与我如学 荒唐 兴明慧主旨 便是忠君爱国 如何被逆明教 今日 朕把话说清楚 兴明慧 朕不会取缔 甚至朕也不允许 朕将来的继位者 取缔兴明慧 我大明从兴明慧建立起 便进入了党政治国时代 兴明慧便是我大明的 唯一合法执政党 朕是大明兴明慧的 唯一领导者 而大明的一切 都是由兴明慧领导 这是大明帝国 今后的制度核心 如果朕的继位者 将挑战这个核心 天下人可起兵造反 诛杀之 陛下为何如此 姓明慧存活一日 我士族将难受一日 陛下到底 要报复我士族到何时 永远 从你们江南士族 阻止朕南迁 阻止朕去南京时起 朕就决定要报复你们士族 而且是永远报复 陛下 臣请罪 臣为去年 江南许多士族之不忠 表示忏悔 臣如今 只请陛下 能放过我们士族 如果朕不是皇帝 朕可以宽宇你们士族 但朕是皇帝 朕去年认清了 你们整个士族的真面目 所以 这不是朕宽不宽宇你们的事 而是朕既然决定 要重振大明 就必须压制你们士族 让庶民得以 在乱世生存下来 陛下荣禀 士族固有自私之处 以至当时 拒绝陛下南迁 前使陛下处于险境 然 当时的确是没有料到 李自成会迅速攻陷江南 也的确 只是担心陛下来南京 会滋扰江南市民 非江南市民不忠于陛下 如今陛下 因此记恨于江南市民 是江南市民应有之罪